各位亲爱的家长同学,你们好 我是美国华夏教育的汉斯老师 今天是当地时间的8月3号 很多同学和家长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美国的留学机构和中国的留学机构到底应该怎么选 今天针对这个问题我来给大家阐述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个呢,我们作为美国的留学机构 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我们在当地呢,更加了解当地的治安情况 当地的就业情况和当地高校的一些分布 那所以说如果学生他需要这方面的资源呢 或者信息,我们都能给学生提供到更专业的一些信息 同时我们作为在美国本土的机构 长期和当地的一些招生官 包括现任的和前任的招生官都有合作 有邀请他们来给我们的学生修改文书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好莱坞的一些获奖的剧作家的一些资源 他们也会参与到学生的文书的创作和头脑风暴的这个过程中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第二个呢,我们更了解当地的学校 美国的大学高中呢,他们每年会定期邀请当地的留学机构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招生会 来介绍学校的招生策略 所以说我们每次去参加这样的会之后呢 都可以了解到学校更新的一手的信息 包括通过我们招生官的资源呢 也可以了解到学校今年招生的偏好 比如说今年学校想要多招一些国际学生 还是少招一些国际学生 学校今年这个SAT的成绩的要求是会更高还是更低等等 那因为我们了解这些信息呢 也可以给学生提供 给学生提供到更加合适的一些学校的选校建议 同时呢,我们也在当地的一些高中去参加学校的仿效活动 比如说在加州沈迪亚哥有一所高中 这所高中的天文学是非常有名的 它的课程呢是有请到曾经去过太空的宇航员来给学生去上 所以说学生如果想要学天文学 我们就会非常推荐这一所学校 那类似的选校呢 还包括商科的、医学的或者艺术学校的建议 我们都会给学生给到类似的建议 第三个原因呢 是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延伸的价值 那我们都知道进到美国的学校只是一个开始 能够从这些名校顺利毕业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那么学生来到美国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选课、学术辅导、转学等等 还有包括很多生活上的无法预料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都能给学生给一些当地的很及时的24小时的一些服务 包括一些专业性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学生呢 他在加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就读 秋季因为他选课选晚了 一门Calculus C这一门课没有办法选 那这一门课呢 在这个学校每年只有秋季才有 如果学生没有选上这一门课 也就意味着他转租到加州大学的时间会整整被推迟一年 就是因为这一门课 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也是非常的焦急 也是想办法来帮到我们学生 那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学校的老师有长期的合作 所以说通过这个老师的关系呢 把已经选到课的一个学生不是很紧急的把它剔除掉 那把这个学生的名额把它加了上去 最后这个学生也顺利的选上了这门课 今年的4月份5月份的时候呢 也顺利拿到了UC的申请 好的 那么以上三个方面呢 我再总结一下 第一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第二呢 我们更了解学生的需求 第三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多延伸的价值 这三块就是我们能给到学生 作为一个美国的机构 给到学生的更多的一些价值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